那现在多了一个LDLT分解的话 那就是说我们来判断一个矩阵是否是正定矩阵 就又多了一种方法是吧 具体来说就是去进行LDLT分解 对于一个对称的矩阵来说 然后如果我们对它尝试进行LDLT分解 如果说没有成功的话 没有分成功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一定不是positive definite 对吧 它一定不是正定的 因为此时我们知道正定是能够进行LDLT的充分条件 好的 那么如果是的话 我们可以说这个矩阵差不多来说 当然如果保证它的D 它的D上面都是这个正数 是吧 不是 D上面都没有零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保证 它是叫做我们之前所说的所谓的对称好矩阵 对称好矩阵 所谓的好矩阵就是说可以直接进行LDLT分解 然后对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对调线上面有没有出现 这个非正数 是吧 DI如果全都大于零 对于任意的爱来说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positive definite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就不是 如果不是的话就是not positive definite 但是如果是的话那就是positive definite 对吧 好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通过LDLT 包括我们马上将其做一点点小电话 变成叫做所谓cholesky分解的算法 我们来看一看这种情况之下 通过这算法能够怎么样简单的 大概说明positive definite是能够进行LDLT分解的充分条件 对吧 也就是说pd能够推出他这个意思 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是这样 随便举这么一个矩阵 那这部分我们就给他起个标题叫cholesky分解 好了 然后比方说这个矩阵长这样 k11然后一直到k1n 第二行k12一次雷推不写了 然后一直到dn行k1n 然后一直到k1n是吧 我们现在假设说这个矩阵是对称矩阵 所以k1n跟本来这里应该写k1 但是他们二者其实是一样的 是吧 所以就是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对称矩阵 那他现在进行了拆分的话 比方说我们先把它写成L乘以U的形式 然后这个LU它应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来看 我们进行一下LU分解的算法 是吧 U当中的第一行直接照抄 k当中的第一行就行了 所以我们把它写出来 k11一直到k1n这样 是吧 然后L当中的第一列余下的部分 就相当于是k当中的这第一列余下的部分 再除以它脑袋底上这个数 所以比方说这个数就是相当于是k12 k13一次雷推一直到k1n 然后那么这个数就应该是k12比上k11 k13比上k11 一次雷推一直到这一行 最后一个叫做k1n比上k11 对吧 那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往下进行 我们现在已知它是一个对称正定矩阵 是吧 比方说 然后现在我们要继续往下进行 如果说能够继续往下进行 没有问题 并且进行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对角线上面这个元素 都是正数 是吧 对角线上面元素都是正数 那就可以说明它是positive definite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考察剩下的那个 n-1乘以n-1的矩阵 它的LU分解 对吧 那根据我们之前所说的性质 我们要考察的是B矩阵 比方说说它是等于k2 所以k2矩阵就是这么一块 从k22开始一直到knn 对吧 所以有整个右下角的这么一块矩阵 然后k2应该从中要排掉一部分 排掉什么 前面的这个L向量和我们后面的这个U向量 对吧 所以要排掉这两个L1乘以一个U1T这样的情况 是吧 所以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如果你想要说明它能够进行LU 不是 它是一个正定矩阵 的话 就就是 以至它是正定矩阵 是吧 我们现在想推出的结论是这一条 就是 能够进行LDLT 并且diagonal都大于0 那我们现在想要说明的就是 可以继续往下进行LU 并且对角线元素一定都出现的是正数 是吧 在U当中 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一看K11 K11是不是个正数 K11肯定是个正数 因为K11是我们原本K矩阵的左上角 对吧 你根据什么话来说都行 如果说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上面的定义的话 你比方说我们已经知道上面的这个正定矩阵的档架定义 那有一条叫做所有的左上角 determinant始终都是大于0的 对吧 那么考虑最左上角的那个行列式 那不就是一个 它单独那一个数 K11自己所组成的行列式吗 是吧 这个行列式它就应该是大于0的 因此 也就是说如果正定的话 应该得到结论K11大于0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什么 也可以通过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定义 是吧 具体来说我们就是 需要 找一个这样的X项量 然后发现它呈在我们原版的K矩阵的前面和后面 分别成完了之后 恰好能够得到K11 然后因为这个东西始终是大于0的 所以如果说这东西算出来能够得K11的话 就能够说明K11大于0 对吧 所以这个相当于是根据我们的定义 根据正定矩阵的定义来说的 那这个项量怎么找呢 比方说我们可以找这样叫做10然后一水零 对吧 我们可能就做XT吧 XT等于这个 是吧 XT等于这个 所以我想说明的意思就是你套正定二次型的定义 就是XT去乘以一个K乘以X 大家看这个东西得什么 那是不是就应该是10一水零 然后乘以一个K矩阵 是吧 K矩阵尤其是这里面我们比较关心左上角是K11 其他的就无所谓了 剩下的部分是这样 100一直往后 那这个东西最终算成的结果是什么 你大家简单去研究一下 你应该可以发现最终算成的结果正好就是K11 是吧 然后根据K的正定性 那么随便给大家一个X 这样成完了之后应该都是大于0的 那也就是说这东西应该是大于0的 所以K11就是大于0 是吧 所以现在我们说明了一条 这个地方是大于0的 那也就是说 我们对于一个对称正定矩阵来说抽出一行一列没有问题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发现接下来还需要进行 还需要进行这个LU分解的剩下的部分 还是一个正定矩阵 是吧 具体来说就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个东西是接下来我们下一步要进行 LU分解的那个N-E乘N-E的矩阵 如果说这个矩阵它还是正定矩阵 那就可以继续往下进行了 是吧 所以如果说我们还想要说明 如果我们想要进一步说明 它能够继续往下进行LU分解的话 就要说明这个东西它是正定的 那同样道理 大家也可以根据定义来证明 是吧 根据定义来证明 那下面我们想要说明的事情就是 B是positive Definite 那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说明呢 我们这里面方便起见 就比方说设K11等于1 好吧 K11等于1 方便一些 然后如果说它不是1的话 它肯定也是一个证数 那就是把所有的都成了若干贝 这也没有关系 是吧 也不是所有的 把第一行成了若干贝 是吧 这无所谓 所以假设K11等于1 然后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假设说K矩阵 现在就长成了这个样子 1 然后它怎么样呢 左边这里面剩下的向量 这个向量是什么向量 这个向量的话 根据对称性 它跟上面这个向量是一样的 对吧 也就是说它跟我们U当中的这个向量是一样的 那用我们之前的那个话来说 这一部分 也就是说由K12 一直到K1N 这么N减一个数字形成的向量 我们是之前是管它叫做U1T 是吧 如果写成航向量的话 是这样 所以根据对称性可以发现 我们这里面 这一列也是K12 一直到K1N 也就是说这部分相当于也是U1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矩阵写成这个样子 下面是U1 是吧 然后上面又是U1T 最后剩下的一部分 我们管它叫做K2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开始矩阵的形式 然后根据K的正定的性质 我们现在想说明B是正定的 是吧 B为什么是正定的 那我们就要找出这么一个 类似上面这样的情况 是吧 根据K的正定性 然后选取一个适当的X 以使得把X作用在它 把X作用在K的前后之后 恰好能够里面造出B的正定形式 是吧 B的正定形式 这个东西就稍微有点复杂了 大家可以自行去 不用自行 我就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是吧 再说一遍 现在我们想说明的结论是什么 就是由于我们每一次进行LU分解是拆出一行一列 对吧 我们现在发现对于对称正定矩阵来说 它能够保证我当前拆出的这一行的对角线上面的数 是正数 那就是满足了我们最终想要的形式 对吧 所以如果说能够说明我们拆出了一行一列之后 剩下的我们下一步要继续进行LU分解的部分 它还是一个正定矩阵的话 那么就能够根据相相对一个数学归纳法 就能够说明每一步都是能够进行下去的 对吧 所以就说明 这个就说明了我们上面这条结论 Positive Definity的话就可以推出后面的形式 所以我们现在想说明的是B是正定矩阵 那如何来说明呢 我们当然需要构造出来这样的东西 是吧 XT乘以B乘以X 但是如何构造 我们已知什么 我们已知的只是K是正定的 对吧 已知的是K是正定的 所以就说我们希望借助K的正定性 然后来导出B的正定性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会在用K的正定的定义 选取一个合适的向量 以使得他们成完了之后 里面能够正好凑出这样的形式 我肯定会希望他最终算出来 能够有这样的形式就好了 对吧 那么我直接跟大家摆一下结果 你自行可以去尝试一下 你可以选取这样的一个向量 叫做XT乘以一个U1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数 对吧 一个数 我们现在假设的说这个X是 X是一个N-E为的向量 U1也是一个N-E为的向量 所以一个横着乘一个数着的最终算出来是一个数 然后后面的话又是负的XT这样的情况 如果说你把这个向量先怎么样 转至乘在它的前面 然后后面再乘以它 是吧 这样最终算出的结果就应该是一个 就应该是能够凑出来 算出来的结果能够凑出来XT乘以B乘以X大于0 这样的形式 大家可以自己去检验一下 我们就不多说了 好吧 要不然我再多写一部 就是XT乘以U1 然后负的XT 对吧 把它可以相当于看这个分块矩阵 然后它去乘以一个K矩阵 U1T U1 K2 然后再去乘以它 XT U1 然后负的XT 是吧 乘以一个把它当做列向量 这就没有XT 这就是X 是吧 然后这个东西 根据K的正定的性质 可以发现它应该是大于0的 然后 这个时候 中间你经过一通乱算 算出来的结果相当于就是XT乘以B再乘以X 所以你最终就说明了B也是正定的 好的 那么这就说明了我们前面的结论 对称正定矩阵是可以进行LD AOT分解的 并且最终算出来对角线上面的元素始终都是正数 是吧 那LD LT我们其实可以进一步将其进行拆分 怎么样呢 我们把D所谓的开一个根号 是吧 开一个根号 那具体来说我们先来简单示意一下 一会儿再来把它稍微的完善一下 LD LT 是吧 我们把D开了个根号 相当于是把它变成了L根号D 然后根号D LT 那么我们前面后面分别算起来 你就可以发现它相当于是两个互为 互为Transpose 是吧 互为转置的上三角下三角矩阵 它们二者进行相成 所以这个呢就是叫做Chulesky分解 我们来说一下 定理 如果K是对称正定矩阵 是吧 对称我就不写了 这样的话可以发现它应该是存在唯一的K等于M乘以MT的形式 一个下三角乘一个上三角矩阵 是吧 其中M是下三角 那么当然MT是上三角 而这个这种分解方式就叫做Chulesky分解 具体这个什么分解方式很很简单 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 相当于把K求了个K根号 LDLT 然后等于M乘以MT 是吧 所以你可以说某一个M 它就是L乘以D的二分之一四方 而什么叫做D的二分之一四方 或者说根号D 就是说我们现在D已知是一个矩阵 是吧 你比方说像这样的D矩阵长成这样 我现在想要找的是一个矩阵乘以他自己 一个矩阵乘以他自己 最终得到了我们这样的矩阵 大家说什么样的矩阵能够形成这种形式啊 那是不是就是根号啊 根号D11在对角线上面 是吧 一直到根号Dnn 然后同样他再乘以他自己 D11一直到Dnn 我们就发现这个东西 它相当于是他的平方就能够得到我们的D矩阵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也就看到说 为什么我们要求了D11一直到Dnn都是正数 也就是说要求了正定矩阵 就是因为如果是复数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开根号了 是吧 开根号就出复数了 那种性质就不太好 所以对称正定矩阵来说 我们是可以直接把这个东西进行开根号 开完了之后 我们把这个东西跟前面的L放在一起 这个东西跟后面的LT放在一起 分别又形成了前面一个下三角 后面一个上三角矩阵 这样就分解出来了 是吧 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 这样一个矩阵 一三二三十一十二 二十二三十二 这个大家可以当做一个小练习 自行去进行一下 丑雷斯基分解 是吧 大家说我们如何进行丑雷斯基分解 实际上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先进行LU 然后再进行LDLT 完了之后 把D进行拆分 分别放在L和LT之上 那就完成了丑雷斯基分解 是吧 那比方说我们先进行了LDLT 这里直接把结果给大家 它的结果是这样 这个是L 然后D的话是这个 T的话自然 这个LT自然就是 L的整治 是吧 所以是这样 好的 那接下来再怎么进行拆分 就是把它这个对角线 开个根号 分别放在两端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叫做111332 这样 然后再去乘以一个什么呢 根号一就是一 然后根号二根号十 完了 再乘一遍 一根号二根号十 然后再乘以后面这个 是吧 这样的情况 而我们可以把前面两个 放在一起 后面两个放在一起 那这个乘出来的结果 非常简单 就是对应的列 分别乘以对应的数 是吧 对应的列分别乘以对应的数 然后后面这个东西乘出来 就是对应的行 分别乘以对应的数 就行了 所以算出来的结果 就应该是第一列 乘以了对应的数 1332 第二列乘以了对应的数 这样 第三列乘以了对应的数 然后后面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第一行乘以对应的数 第二行乘以对应的数 第三行 当然我就不用写了 为什么不用写了 因为就是明显 他们二者应该是互为转制的 对吧 所以我们直接写上 他的转制 其实也就可以了 那么他的转制应该是谁 132 然后这里根号二 三根二 以及根号十 就这样 所以这个呢 就是Talesky分解 把原本一个 可以发现 他应该是一个 对称正定矩阵 是吧 为什么 因为他能够进行 Talesky分解 是吧 所以谁能进行 Talesky分解 谁就是这个 对称正定矩阵 说白了 好的 那么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 所说的M 而这个是MT 对称正确的 对称正确的